很开心能够为台湾拿下一块金牌 看看,你看看 这是属于幸存的奥运金牌 也是我们台湾国人的骄傲 郭幸存,你的表现有多令人感动 就算过了一天,弹起夺金的那一刻 郭幸存还是忍不住哽咽了 我终于做到了 就是把奥运金牌拿下 把身体养好 然后再持续地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可以再带给大家更好的表现 就是留言都看得到 就非常非常的多 留言郭幸存都有看到 各位客观相信你都很有感 打开社群软体 郭幸存版面文章摸摸戏 全部一套刷起来 因为阿淳啊 你举起的不只是一项金牌 而是全体国人扬眉吐气的荣光 当下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 然后尤其是要准备拿 拿那一块奥运金牌的时候 真的是手真的是都在发抖 幸存我们懂你 别说你手在发抖 我们看到你站上颁奖台 想起国旗歌的瞬间 我们全办公室全部的人 都为你感动到发抖 甚至有不少人为你流下眼泪 那场金牌战海放得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你停举第三举 倒下来翻滚那一刻 翻滚吧 举重女孩 真的萌翻了 停举的第一把 就是先确定人拿下了金牌 之后再开始挑战了自己的世界记录 这样 然后当然最后没有能 没能成功 这样非常的可惜 那我想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独近那一刻跟教练的互动 成了大家关注焦点 郭兴淳不改幽默本色 大家不用欢乐啦 让我来跟你们说 现在不是我怕教练 而是教练怕我 虽然我很爱恼他 很爱恋他 因为以前 我以前很怕他 但是现在是反过来 他现在很怕我 对 所以他其实很怕我生气啊 很怕我心情不好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就是默默地忍着 但是我觉得他在比赛上 是一直都是 我很可以信任的一个角色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郭兴淳最要感谢的 就是一路陪伴他的教练们 不管是林静能教练 还是启蒙教练 对他来说 帮助非常大 在二三把的重量 要怎么去加 对 所以这个都是 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非常的信任 第二把本来 没有要加到一三三 但是我就很任性地跟他说 我今天就是要碰到一事一 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目标 对 然后他就 好 就很大声地就给我一个 很信心的一个喊声 这样子对 自身的努力是非常 非常棒的 非常重要的 那也感谢阿能教练 一直陪在他身边 那还有很多的贵人的帮助 郭兴淳就是这样善良 郭兴淳就是这样淳朴 他做事练习绝不马虎 就连越洋访问影片 都会俏皮的比起一二三四 郭兴淳这块金牌 让国人久久感动不已 郭兴淳让我们再喊你一次加油 继续用你的神力 一次一次举起台湾人民希望 TVA新闻李华龙 蓝月明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载TVBS新闻的 并且转发动